哇 有兩隻大白耳 我現在呢 在余光民宿 是我們這兩天在余光島住的地方 剛吃王民宿提供的四目宇宙早餐 想說抽一點點空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這兩天所住的包洞 這一次呢 是七個人包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 然後現在這裡呢 是一樓的客廳 整片都是塔塔米的地板 這邊有一個像是日式的造景 然後還有電視 跟一些可愛的小視頻 一樓呢 有一間房間 那一間房間呢 的名字叫梅 也是塔塔米的房型 會有兩床 然後我們搬著一床去樓上 要變成商人房一起睡 然後這一間房的廁所呢 是在這個間隔的對面 是乾絲分離 然後每一間房都有這樣子的吸收露 然後還有吹風機 跟樹頭杯 行物用品就是牙刷 牙膏 然後梳子等 這邊是臉蓬頭 裡面呢 有沐浴爐跟吸把筋 這就是一樓的環境呢 二樓主要是客廳跟廚房 然後三樓有三間不同的房間 然後有兩間衛浴 竹 是塔塔塔米的房型 橘 是一間有床的雅房 然後橘跟竹是共用一間衛浴 然後是隔十分離 這間是一間套房 有自己的衛浴 有大車庫 然後在一樓 所以開車來漁港島住漁港民宿的話 不用擔心車子沒有地方停 剛有的備品都是有的 廚房裡面提供的設備也蠻齊全的 電鍋 微波爐 然後咖啡機 冰箱 盤子 杯子 然後跟電磁爐都用 所以也不用擔心就是 沒有地方可以料理食物 整體上來講 有暖氣 然後床墊也算是舒服 有一些衛浴是共用的 所以如果要來住的話 要斟酌一下朋友之間的洗澡的時間 客廳主要呢 是榻榻米的房型 像他們現在 這個地方就是客廳的樣子 而我的左手邊呢 就是廚房的樣子 榻榻米的部分蠻舒服的 走在上面會覺得非常的舒適 那接下來稍微用畫面 帶過幾個民宿 來不及跟大家分享的畫面 那等等 就要出發去安平囉 那 也不是可以呀 還給我來 你 我五個家 有很多圓餅 又來個大圓餅 我還可以跟電磁爪 然後用範圓餅 也來不及 就要吃 在這裡 然後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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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